师父你看 就是说是 师父开释过 不是 供不同菩萨的水 我们喝了之后 所得的营 就是说 每分菩萨的营养也不同 就是从表现来说 我们平时拜菩萨的时候 有时候观世音菩萨不一定来 有时候是护法山来 请问师父 那如果我们某一次上香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没来 护法山来了 那么我们这一次喝的 供观世音菩萨的水 那就供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 还同样有功效吗 请师父开始一下 概念性的错误 大杯水是供观世音菩萨的 护法山是不能喝的 你供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意念一到 你这个大杯水就有用了 并不是给观世音菩萨喝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不来 他的意念 只要有这个 你们供的观世音菩萨 这个佛台在 屠杀就会有加持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那师父 比如 师父是每天菩萨的意念 都会 都会到呢 还是 那刚来了 刚来了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菩萨了 你们现在 有观音堂的话 对不对 很多地方有师父的像 那你只要有师父的像 师父不就到了吗 明白明白 那师父 喝过供过南京菩萨的水 也会让很多事情 顺利吗 肯定的 他们都是菩萨 大菩萨 大菩萨 其实就是那种能量的加持 对啊 你八十八佛里边 任何一身菩萨的能量 都会让你化解 愿解的呀 是是是 样造你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此理开示 郭坪萨 谢谢大家